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就,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我们的个二在开播之前呢,嘉宾阵容就一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 很多网友都想要更加早一点知道这季嘉宾都有哪些人物 直到节目播出之后呢,A组仍有一辈神秘人X暂未露面 而B组呢,有七位嘉宾已经录制了视频,确认参加节目 剩下最后一位嘉宾的身份呢,也是一个谜 不过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呢,B组最后一位嘉宾已经确认为邓紫棋 而神秘人X也浮出了水面 目前节目已经播出了两期,A组嘉宾基本已经露面了 那么两位新生召集人为歌坛前辈谭永玲和李健 三位前辈歌手分别是张信哲、钟正涛和荣佐尔 还有三位新生歌手为太一冯提莫和西琳娜一高 按照唐永玲的说法呢,还有一位神秘人X未出现 而B组呢,已知七位嘉宾是李文、孙楠、陈小春、常诗磊、王源、盖以及郑云龙 最后一位嘉宾也是没有官宣的 此前有传闻B组最后一位嘉宾是邓紫棋 还有人猜测神秘人X是上一届的人气选手肖战 不过从最新得到的消息来看呢,这个传闻只对了一半 B组最后的嘉宾确实是邓紫棋 但是神秘人X并未是肖战,而是另有其人 近期我们的歌二的录制计划呢 是在10月20号以及10月22号共录制两场 一场是B组的集合和推队 另外一场呢,则是A组的团战 而早在前几天呢,就有黄牛开始售卖这两场节目的门票 根据黄牛透露的消息 确定到场的嘉宾有王源、郑云龙、张艺兴、盖和邓紫棋 也就是说,邓紫棋就是B组的最后一位嘉宾 同时也曝光了神秘人X的身份 其实就是张艺兴 要知道呢,黄牛的消息往往是很准的 敢于公开售票呢,更是有十足的把握 邓紫棋能够来加盟我们的歌二 对这个节目的整体质量的提升呢 将会提到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 邓紫棋的唱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前段时间还有一些网友觉得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还不如上一季 但是当B组这个阵容摆出来的时候 相信应该可以打破这样的质疑吧 此外,这个X呢 应该就是张艺兴的星字的拼音开头 他的网名起的呢 也是努力努力再努力X 神秘人X张艺兴的加入呢 也会为节目添增很多的看点 张艺兴今天参加过几档综艺节目 表现都很出色 在《我是唱作人2》里边 展现了他的唱作能力 在《这句街舞3》里面带火了狂派舞 最近参加《舞蹈风暴2》也获得了好评 相信在我们的歌二节目中呢 张艺兴同样能够有出彩的表现 至于之前传言的肖战和秦深深 据说呢会以反场的形式出现 而且这个说法可信度很高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 张艺兴和肖战就在某视频平台上面互关了 一般来说呢 应该是有合作契机才会突然有这样的动作 而近期两个人的交集 应该是只有我们的歌二了 秦深深则从节目官宣起 就一直在帮忙宣传 近日李克勤和周深还分别录制了视频给节目 以及第二季的嘉宾们打空 这样密集的互动 相信是为后面的彩蛋埋下了伏笔 综合AB两组的嘉宾阵容来看呢 应该说不会比第一季差 应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音乐类型更加丰富了 但究竟能否出现第一季的《纳战队》 全身声量了个现象级的组合呢 就要看这一季的选手们如何去搭配了 以及能够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表演了 吃高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名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